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寻回消失文化 葛马兰竹古里半海记 由此又无边际 猫河于黑白线条画出人生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蓝下炉 感谢收看今天的宜兰新闻 新闻开始要带你来吃好吃的上将梨 三星地区农会为让消费者对上将梨有信心 特别举办了上将梨风水系的品质品鉴竞赛 总共有20位农民来参赛 虽然说今年因为低温影响到产量 整体品质甜度有稍微的降低 但人为持住好品质 桌上一粒粒香甜的上将梨 都是果农的辛苦结晶 今年参赛的梨子有20件 评审依照梨子的外观果形 糖度 质地风味 重量作为品鉴标准 准备选出今年上将梨的特等奖 而虽然今年因为低温影响产量 整体甜度有稍微降低 但仍维持住好品质 第一项就是看外观 外观当然是看它来的行星很漂亮 有鱼 没有起沾 真金头 外观就是这样 没有起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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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糖度 因为糖度来说今年 因为气候不太顺 都淹淋了很多 所以糖度破片有点惊弱 但是没关系 这个糖度太高 没有很好 大家吃点清甜 口感 口味 口味 香味 香味 看怎么样 当然我们来也要吃 吃 别太冷 说起来今年这品质都算很很好 在经过评审的试吃讨论后 最后是由林宪志夺得特等奖 林宪志仲礼已经有20多年的经验 被问到有什么佩服 其实就是用心照顾 仲礼 炒 我们正在哪里有地区馆 没有心 来到 不然哪里有地区馆 是这下来也都坐在一起 大家也很聚 三星人 有心的人 对 都很有心 比是我们三星养 因为好酸好酥 天气的关联 天使地利人和 而且这很厉害 还要接地 所以我们三星养 我们农産品跟外观企业 都很不一样 因为我们来得还要抓获胜 对不对 这是我们以来管的三星养的特性 所以我非常感觉我们这个 农养农民 大家辛苦了 可以说我们自己来 可以做同学 靠天吃饭 所以我们可以拿到这些养品 可以进行简单 黄金与风水是三星上将里的 两大主要品系 而黄金品系产季比风水晚 因此黄金品系的品质 评鉴竞赛 预定在7月16号举办 宜兰新闻记者黄珠汉慈风报道 今年出强烈的寒流影响 上将里 里税受损不小 相对也影响到上将里的产量 农民是看天吃饭 难免会有风险 行政院农委会就推出了高阶里 农作物的保险专案 其中三分之二保险费是由中央和县府来做补助 像是这次的低温航海就可以获得理赔 依然限投保率不到三成 农业处就鼓励农民 踊跃来投保 降低农损 今年出三星上将里完成嫁接时 受到气候影响花苞严重萎缩 造成农民损失 产量大约有少了三分之一 农民看天吃饭 难免遇到风险 农业处鼓励农民要踊跃投保 高级梨农作物的保险专案降低农损 农业在这次 我们对三星上将里可以说非常重视 尤其我们这边因为受到温差的影响 结果我们的离税的结果不太好 农业也马上启动天然之海救助 也对我们的农民来做一些住宅的补贴 农业处表示 高阶梨农作物保险专案在2016年开办 其中三分之二的保费由中央和县府补助 遇到含害或台风等灾害时 可获得现金救助 不过全线约有90户的梨农 但有投保的仅有22户 投保率不到三成 希望透过农业保险加强农民保障 管政府其实也在提供来爱保险 因为现在极端气候影响很大 我们对这个梨子 常常受到天然灾害的影响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 我们保贴三分之一 中央保贴三分之一 你只要出三分之一就是你了 所以这个部分也希望大家多多来参与 因为现在目前我们三成差不多要有三分之一的保险 要加强 高阶里农作物保险 只要损害有获得农委会救助 即可获得理赔 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策方报道 接着要带你来吃凤梨了 圆三香第二届的二胡凤梨文化馆 将在这个礼拜天要盛大登场 除了有最好吃的凤梨免费品尝 另外还有凤梨豆腐乳DIY的体验 以及在地的风味餐 公所欢迎大家趁着假日 来到二胡的慈原寺 来吃凤梨 看风景也轻松一下 为了宣传最好吃的二胡凤梨 乡长 议员跟代表 纷纷小事深厚来削凤梨 功利如何 观众来评伦 我们的本集箱吃不住 你是象检查 她小姐 我家的小姐 我两个都没来 我只要不要 你站得不会 不是 你刚刚的那里是3几斤 6-3斤 3-3斤 6-3斤 3-3斤 我趕快報了 我才報了 我才報了 這樣有幾個嗎 那你就不能抬啊 兩台算很幾個 為了推廣擁有百年歷史的二湖鳳梨 原山鄉長不但親自來代言 像大眾來說明 二湖鳳梨好吃的原因 好吃嗎 好吃 有甜嗎 有 有甜的 中最傳統 最最有味的農產品 要介紹給大家的食肆 是我們以來香港所有的人 目正只有翁鳳梨農河之春 三十二湖地種做 中民進有二十五公圈 二湖地區 三民翻山 座白阿朗 在東北幾風吹過來 我們的翁鳳梨的特別地 特別好吃 是我們以來香港所 要來推動這麼好吃的水果 讓大家知道 為了展現在地的熱情跟大方 7月7號當天還有免費鳳梨 吃到飽 尤其民眾只要花200元體驗價 就能自己DIY鳳梨豆腐乳 甚至開放定桌 品嘗豐盛的在地饗宴 尤其這道鳳梨苦瓜香菇雞 更是經典 有好康的就是鳳梨10點開始 給各位鄉親大家吃個飽 還有鳳梨家 鳳梨苦瓜家 也有人度 希望各位鄉親大家來 趕快來 來幫我們認助 明天才一支 明天中午一支 明天才一支 明天才一支 就要10點開始 吃到飽 鳳梨吃到飽 希望各位鄉親大家 擁有參加 用我們在地 日豪鳳梨 來做這個鳳梨苦瓜家 這種氣味是 相當不一樣 也相當不一樣 也相當不一樣 虛愛吃鳳梨的觀眾 我們所有鄉親 來日豪這裡 來搶先 我們日豪鳳梨 這支相當時相當不一樣 歡迎大家來日豪這裡 也來我們宴山 這個土鳳梨農業廳區 來四街走走看一看 我們宴山好山好水 好人情味 歡迎所有鄉親 入臨來指導 二胡鳳梨文化節 時間是7月7號早上9點開始 到傍晚5點半 地點在池園市的前廣場 宴蘭新聞記者張麗玲採訪報導 文化要保存是相當不容易的事 而在地原住民趕馬蘭竹 因為人口外流的嚴重 歷史文化逐漸消失中 因此經過竹人審慎失口後 將在7月13和14兩天 要重返撞圍布後 齊地板設 來依照傳統舉辦海祭還有豐延祭 同時還有淨灘和砍溝 以及布後舞蹈的演出 葛馬蘭竹歡迎大家來參加 雖然是宣傳記者會 但是依照葛馬蘭竹的傳統 一樣要舉辦祈福一室 為了避免無論化族與流失 因此特別成立宜蘭縣格馬蘭竹的發展協會 並在祖林的指示下 回到撞圍布後 舉辦失落將近一百五十年的海祭跟豐年祭 我們昨天有一個 說一個比較簡單就是 我們有一個低點嘛 說你們要去鼓勵 宇蘭的族群 要辦這樣 意思就是 旁邊跟我們這邊的這些野獄 沒有定時的祖先 所以我們再說怎麼這樣 也對不去祖先 所以祖先去祖先去祖先 對葛馬蘭竹的用心 重新找回傳統 鑽為鄉長沈青山 除了肯定之外 也將部落的演變 將盡了向大家來呈現 陸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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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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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他們每次都有辦風蓮祭的工作 協會表示 還既是7月13號地點在部落海邊 而風蓮祭則是14號在公館國小 歡迎各界踴躍來參與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採訪報導 而在宜蘭市的金銅春鎮 經過整治之後 不但景觀變漂亮了 河川生態也富裕成功 河裡出現相當多的魚鵝相當的愜意 不過最近卻發現 有人不是用釣魚 是用電魚和毒魚的方式來抓魚 嚴重破壞到河川的生態 因此地方除了設立告示牌之外 同時也成立了巡守隊 要勸導民眾不要破壞環境 北京里長吳聰德表示 金銅春鎮經過整治之後 河水變得相當清澈 經常可以看到魚群在河中悠遊 但是有少數民眾 為了抓魚不擇手段 甚至用電魚或毒魚的方式 嚴重破壞河川生態 金銅有很多 不需要一些分子 來拿魚叉子 拿魚羽 和鱗鱗 甚至有的也要用毒藥 所以我們地方的基民 大家都覺得很無奈 這這麼好的主人 希望大家可以來保護 讓地方的環境 和生態更好 為此地方除了設立告示牌之外 同時成立尋守隊勸導民眾 不要用破壞生態的方式來捕魚 我們的環境地做工程 都是自然生態做法 有一些主人的生態 譬如魚、魚、魚 甚至還有魚 這些主人生態 對地方來說 也是種種種種 所以最近發展了很多 外路也好 本地人也有 都創柴 甚至用蚊子趴 還有用電 我真的忽悠 希望大家為了生態 不要破壞生態 希望這些主地的地方 如果發展這種情形 是趕緊通報誘館單位 來重發 把生態保持掉 宜蘭市金銅村鑽 橫跨梅州、北京、角白、新生等四個里 經過歷任市長用心整治 已經活化成功 成為附近居民休閒散步的好去處 宜蘭新聞記者賴福星採訪報導 來看體育的消息 108年宜蘭縣運動會跆拳道的比賽 宜蘭代表隊伸手不凡 奪得了12面金牌、1面銀牌 市長江聰淵特別頒發獎狀還有獎金 來鼓勵選手繼續努力 進一步在全國比賽當中 來創造假期 宜蘭市跆拳道代表隊 特別帶來精彩刺激的跆拳道表演 藉此推廣這項運動 感謝我們宜蘭市的委員主委 連司委還有宜蘭市的市長 幫助我們在 臺運動的補助經費方面 真的是我們提出要求他們盡力幫我們達成 所以才有這麼好的殊榮 然後再加上所有的選手 都跟著我們一起一起培訓跟練習 讓我們才有那麼好的發揮空間 可以在現運中連續南瓜很多年的總冠軍 因為我自己當教練 然後我自己本身也還是選手 那我對我自己要求就是 我要求選手要做到的我自己一定要做到 對不然這樣子他們會覺得不人道 雖然以前我們的訓練都是這樣子 就是一個教練說一就是一這樣子 但是現在的話風氣已經不一樣 那我們也是希望說教練先做給他們看 大學必要回歸到道館以後 就是一直都是真總教練在幫忙 推廣我們一安的跆拳道活動這樣 所以也很感謝孩子他們 這麼相信我們跆拳道的教練 然後我們也很願意付出這一切的心力 然後對孩子們的訓練上的努力這樣子 市長江中淵表示 跆拳是一種全身運動 比賽時充滿挑戰和樂趣 藉由競賽的過程 可以開發腦力 培養邏輯思考 今年跆拳道代表隊在現運成績大放光芒 實在是宜蘭市的光榮和驕傲 總共是16面 宜蘭市跆拳道就南瓜的12面金牌 這是非常的不簡單 這也代表到我們宜蘭市長江中淵 跟宜蘭代表會主席林鄭雄 共同都在打拳 誘因很好 將軍還有很多 所以說孩子們還欠學心 教練也欠教 所以說有這樣的殊榮歸公義 所有大家努力的成果 跆拳道算是積極格鬥一環 透過學習跆拳道 我們可以學習到提升我們心理的素質 更重要的是培養一個積極 以及正向的心情去面對生活一切的 所有挑戰 其實學習跆拳道過程是很辛苦 但是他可以培養出我們選手的耐力及毅力 看到他們可以做這麼精湛的演出 在比賽上面的一個反應 臨危不亂 這個也是身家 這個學習多元發展 智力發展的一個很好項目 受獎的選手則是表示 能有今天的成就 都要感謝道館和教練的栽培 讓他們有更多實戰經驗 藉此提升自我實力 抬天道十二斤必贏 宜蘭雄戰 宜蘭新聞記者賴福星採訪報導 宜蘭家福中心日前在兒童館辦理了少年展例 以及青年吊肝方案的聯合成果發表會 總共有28位的國中高中以及大專生來參加 同時在會中分享他們一年來的心路歷程和學習成果 就是覺得自己成長很多 我也覺得自己跟以往都不太一樣 因為我覺得 我會從以前那個不懂事的人 不會跟人家團隊合作 不聽別人意見的那個小女孩 到現在一年後會變成一個會 會請聽別人意見 會願意跟自己的夥伴完成任務的一個大女孩 我覺得 就是可以看到這一段時間自己的改變 其實我覺得蠻開心的 值得一提的是 學員也在會中書寫一封給自己未來的信 並邀請中心主委擔任郵差 將信件寄出 期待一年之後 收到這封信時 能回憶當年在方案中的點點滴滴 這一年來的 國高中的展翼學習 大專生的吊肝計畫 我倒感覺這就是給年輕人 一個學習的空間 一個成長的 最起碼 讓他 產生信心 讓自己 有那種 敢 去 展力的地方 家福中心希望借由方案的陪伴 讓學員從中獲得各項能力的啟發 學習和成長 宜蘭新聞記者 賴福新採訪報導 單一的線條 有任何的可能 也有任何的心情 更且可以分享最真實的自己 有此又無邊際的展覽 以貓和魚來作為主題 在黑白的線條當中充滿了期待 展期一直到8月1號 在意境空間來做展出 歡迎鄉親一起走進藝術的空間 這幅畫看起來是一隻貓 但細看又是魚 有紫幼從小就喜歡畫畫 創作靈感來自家中的貓咪 貓看到魚的心境是等待是專注 相對的魚並沒有察覺到貓的視線 毫無畏懼地面對人生 偏好黑白色系 以線條創作的方式 來畫出充滿奇幻的想像空間 以貓的形式去創作 然後融入裡面那些像一些線條 都是跟宜蘭比較有相關的 就是例如自然風光的水啊海啊 或是湖邊那種那個波紋 對有些波紋跟一些比較自然的花 就是會把它融入進去 這個作品我覺得跟它本身的專業背景 有一些連結 因為它本身是學設計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一個作品裡面呢 並不是純粹一個繪畫的一個描寫的方式 而是它比較從一種設計 或者是創意思考的部分 走入它的一個作品裡 貓它如果說要抓一個獵物的時候 它就是通常都是會等待嘛 對所以我就是以這個感覺去走 就是它在等待 對那魚的話它是一個獵物的一個表達方式 就變成說它今天可能會被貓抓 所以它在水裡面有 它其實不知道有這件事情 所以魚也代表一個未知的未來 好像它就是一個世界 一個具體而為的小世界 然後裡面潛藏著種種的偶遇 那很像一種人生 所以說它也分享了很多它的想法 甚至它有寫一些文字 從這個閱讀裡面呢 我覺得很像一種很生活化 從生活的偶遇裡面 把人生的經歷呈現在這個作品當中 所以大家在欣賞的時候 不妨呢 用一種探索 或者走入迷宮的一種心情 用最放鬆的感覺去看看 你能夠從這個圖像 只有的作品裡面找到什麼 有什麼新的發現 然後有一個新的偶發 而另外異歲節期間 異境空間也規劃了一系列的活動 像是7月14和20號晚上的7點 有兩場的電影 7月19和21 晚上的8點 將邀請到莊文生老師來講鼓 一些的藝文的一個表演 甚至動態的靜態的表演 都可以利用這樣的一個空間 鼓勵同學呢 把他們所學的藝文的這個成果 在這個我們的這個角落這邊 這樣的一個空間做一個表演 那所以如果有這樣的表演的時候 也希望我們鄉親一起來 而優子又無邊際化展 從7月6號到8月1號 在公正國小旁的異境空間來做展出 每個星期三的下午3點半 也會有解說 歡迎撥空來看看 有指又的貓和魚的心境故事 有指又無邊際 異境空間 一蘭新聞記者 尤其又讚 2019宜蘭國際統案節 就要在明天開幕了 園區今天下午先開放了免費試玩 有許多大小朋友入園來細碎 而今年銅萬護照也賣得相當的好 從開賣到現在 已經有3萬8千人來做生辦 準備在今年夏天 來這裡玩一下天 新聞最後來關心天氣 明天受到東南風的影響 南部地區有大雨發生的機率 午後北部地區還有澎湖金門馬祖 都有局部短暫震雨或是雷雨 其他地區是多雲的天氣 接著來關心的是全台各地的天氣狀況 明天宜蘭地區是多雲午後有短暫雷震雨的天氣情況 降雨機率是70% 氣溫是26度到33度之間 接著來關心雨的氣象 以上是今天的宜蘭新聞 我是蘭夏如 感謝你收看 祝福一切平安順心 假期愉快 我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請訂閱 請給我先 tube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